金华城案追不明金流 检方一周内连传大咖 文华东方董事长林命群 同时也是中泰宾馆创办人林国厂长尊 14号以证人身份现身背剑 需后请回 超过10位政商名流陆续遭调查 周刊报导这也证实了 柯文哲USB里记载的数字 可能就是金额 从东森集团总裁王令玲500 甚至还有基隆市长谢国良200 多笔金额都跟USB数字吻合 周刊报导也更加确认 小省1500代表的就是省金金 曾经捐款1500万给民众党 是否牵扯金华城案有待追查 而根据平面媒体指出 简连传唤的证人 有不少企业主表示 在选举前都曾将捐款 其中的共同点都是交给 基隆副市长邱佩玲 佩玲副市长当然家事很好 那关系政商关系也好 那跟白也交好 所以他替阿北去找一些社会资源 募款也是情理之内 平面媒体报导 知情人士指出 今年每逢选举 邱佩玲就会担任前线人 当民众党向各大企业募款 有些企业主会掏出数百万元 不等现金应付 有些人是透过邱佩玲交付现金 还是另外一个周刊的话 那请你们就去问北检 请你们就去问那个周刊 从来他们公布的东西都不是事实 USB是否代表金流 对此白银澄清并非属实 北浅则表示不予评论 不过随着精华成案 证词主义拼凑 案情轮廓也越来越明显 才能请王宇宣陈寅台北长报道